娱乐至上小麦解说 好的 我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二场魔尔之马三比赛视频 这是在AR上面的一场比赛 依然是这个号方全明星 好 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是fly 上方的话是infei 地图是AR 好的 这场比赛我们来看一下 fly这边的开局上来说 应该说剑胜还是正常的一个首选 infei 这边按照正常也是一个打法的一个TR打法会比较多见 AR这张地图的话前期的练几点其实还比较的稍微好练一点 地图上小点还蛮多的 但是的话其实第一个点333练完以后的话应该也是要跑路的 就这个点这个点练完以后也是要走人 对 然后的话尽量的是通过水人或者福德曼是双性练击到一个两级 想要再进一步其实还是蛮的那张地图 然后的话一些点位的话其实民币能用的点不多 因为你想想看前期这个点用民币练以外 其他的就是你要说拉民币练的话就这个点 或者说这个商店这个点是值得用拉民币的 那这种动静这么大 剑胜一旦看到的话这事情又很很大条 所以的话 总体来说张地图人猪练击其实不是特别好练的 对你想想看嘛你说哪个点你吃的前期你可以练的 没有什么点你可以练 不然这边好像似乎并没有进行侦察补了自己的第二个地洞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地洞也是补完整 这个剑胜应该是在前期还是以跟这个大法师为主 现在我觉得前期如果说要么你就大家都练三 都练三的好处就是你剑胜在杀大法师的 大法师杀不了你三级剑胜 但是剑胜是有机会杀到大法师的 但反过来说三级大法师呢 他杀不了你剑胜 他那可以什么打你地洞 哎这个地洞是关键啊 地洞就是剑胜的搞完啊你懂的意思吧 非常可怕所以这个点应该是一个重点 刚刚看到那个微博说草莓退役了 很多人不知道认识草莓啊 草莓应该比我比我有名啊 草莓WE战队的草莓对不对 上当看押王一血王草莓 王草莓对不对 嗯 路阿路战队的职业选手打上单位的 好吧那应该说退役了 应该说也是一个 退役了其实是一个蛮艰难的选择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 其实 最近半年来应该W战队的 路阿路战队的成绩不是特别理想 应该说还蛮糟糕的 好这边Fly第一个点是一个直药屏 然后的话再找大法师 这边大击好像似乎已经跟上了 大法师现在是快马扬鞭 跑过来准备是怎么样 另外一个大击看到大法师了 哎呀大法师这有点酷郁闷的呀 被你看到了这怎么办 他看到了不好玩了吧这事情对不对 今天这边是配合大击选择继续练 这个数码高级牧师 他并没有选择继续去抓大法师 他自己选择练 这边的Flyman最好别路过 路过的话我这边的这个野怪 会往这边的一个Flyman 来我来看一下大法师现在绕过来 看看有没有机会练练几什么的 主要是对方大击跟的比较紧啊 跟的紧的话 让这边大法师也是非常的无奈 就没法开展工作 对吧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个一级 因为不像什么EI上面 可以双线拉个民兵 把练一练升到一个两级先 而这边AR上面其实前期你周边啊 没有什么小点可以拉民兵进去练的 所以大法师到两级还比较困难 现在的话是想要利用这个点 然后是M组这边野怪 然后先把这边的一个 这个中角败给练掉 然后用Flyman配合起来 一起把这点给练掉 大法师去买鞋 然后这边我们看到这个点其实练起来还是比较比较吃力的 水人已经没打掉了 那这样的话兄弟们赶紧往后撤吧 一个水人只练了一个三级管 还是蛮亏的一个事情 而且大法师也没到两级 那这样的话 健身这边立马赶过来 一个Flyman应该是走远了 健身闲子已经买上 这个主要是有鞋的话 健身追这个Flyman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个事情 而另外一边大法师跑到了另外一个 武生的结尾上面 还是想要继续练一下 然后的话就是反正到两级咯 对吧 别的事情他也不想了 两级是一个点 对这样真的是只想到两级 别的人生追求没有了 你还怎么办呢 把这点练完 但是这很容易被抓 Flyman的健身立马就抓过了 这鼻子很灵啊 我们看到 健身这边赶过来 哎 正好是把这三级管练了 然后这边应该是又能杀掉一个Flyman 又能杀掉一个Flyman 对这个Flyman也杀掉 健身也是那两级 大法师辛辛苦苦 两级多一点点 健身这边也两级了 这个真的就很郁闷了嘛 Flyman这个地方连差两个眼睛是什么意思 眼睛多也不能这么差吧 对吧 差两个眼睛是哪个套路啊 这有点浪费啊 好 大法师过来 有一个水人 正好一个地洞再补 Flyman的地洞补了有点慢 这个二级科技完成了 这个地洞还没有补完 这什么路线啊 这Flyman的失误有点大呀 对正好是打掉这个地洞 这个有点失误有点稍微大了点 这个地洞补了太慢了吧 好 这边看这个水人的经验没有能够拿到 这个地方这么大一戳我老想点一下 我还以为健身站站在那边呢 好 现在这边我们看到压高买一买一个BS 一个B 大法师这边过来继续烧到一下 然后中间哎 没有兽王吗 没有兽王 没有兽王 出了一个BMG 哎 因为这边采用了一个大法加 双法的一个打法 这个打法其实也有种说法叫封印流啊 但这个这个封印流这个东西呢就是 大家都这么叫啊 但是 因为大法师加 学法师这个打法呢 普通玩家用起来比较的吃力的 对高端玩家像职业选手用起来是比较好 我们普通玩家这个BMG操作没有那么溜啊 有些东西你跟不上操作的话 你没有三丘那么锤子那么直接 就大法加个三丘就直接锤就算了 对吧哪有这么花花肠子啊 出来出去这操作跟不上不行啊 对吧 当然了 你水平好的 这个你可以用的 水平好你什么都可以用 水平不好吗 当然什么都用不了 这边大些双性联机 哎大法师这边哎 补一个刀 哎补到了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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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样的话我们看到这边 负莱健身也是有点郁闷对方 我大击双性的你都能被人家补刀补掉 阿本科技这边两个水平升级出蓝屋 然后大法师加这边那个福特曼选择练一下 这个小点大法师现在两极半 总体的一个发展还是不错的啊 接着这边过来又抓到一个福特曼 哎这个不亏 而且这边我们看到 因为采用的是一个大法加血法的大法 那健身要注意好自己的manna 好砍掉那这样的话对方前方是一个蓝屋还好 没有女巫减速健身的话 健身可以欢快的跑起来 比亚文技这边现在是一个满蓝 给大法师送送蓝 直接拉出人标 民兵选择练这边的一个雇佣兵营地 富莱这边应该是无法阻止这个事情的一个发生 哎呀这样的话这个就可以把这点给练下来了 富莱健身是走掉了 这样的话非常开心 比亚文技再抽一波蓝 然后再给大法师送一波蓝 大法师现在这个蓝应该是不缺 目前为止不缺有200多点蓝 然后这边这个严实亏勒应该是走远了 这一家就不错好评 马上就要中秋节了对不对 那小歪临时店也是有月饼的 欢迎大家去小歪临时店买点月饼 注注信中秋节嘛 来点月饼对吧 虽然月饼未必对吧 其实月饼更多用来在以前啊 我感觉就是用来被送礼的那种感觉就是 送礼送月饼啊 月饼券什么的 有点稍微神奇的一个玩意 其实其实月饼的话也很好吃 对moo cake对不对月饼 那个如果说需要喜欢吃月饼呢 可以到我小80时间看一下 因为我们店里的这个月饼啊 是偏好吃类型 不是偏送礼的啊 送礼可能并不是特别值得 怎么说呢 因为你想你送礼吧 你这个东西 你你你你可能你跟人家说我送了送礼送了个100块钱了 人家这么一天你这个不给力吗 兄弟你送100块钱是闹闹哪样 闹闹哪个套路啊 但是你应该我买月饼自己吃 这个实在性的套路啊 小外零食店就是实在性套路 送月饼一千块钱八百块钱的月饼 送的时候其实自己也觉得有点稍微扯淡 但是但是居然是要送吗 可能要稍微送了由高端大气上哪次哎 这个词意就对了 好这边我们看到放了一根塔进行一个反应 没有说王的话 这个塔的反应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有必要有必要 没有这个反应的话 这个建设要抢东西的 现在英飞这边是抽篮 建设这边当心一点 这个建设也是有点郁闷 减速被这边的一个抽篮 然后这个五级怪看来是有点不好搞 都看来是不好搞搞不定 好先把这三级怪有点了 然后这个五级怪的话 建设这边是可以有聚会的 目前为止还是继续在那边等待等待 等了非常多啊 好就是这个时刻 他照一下哎 这边建设这边实在是没办法 英飞这边非常机智 探设真照一下 骷髅书 虚无这边建设 建设也是毫无办法 对方真的是防得非常细心啊 英飞这边也是非常细心 就知道你建设要干这种突击莫过的事情 先给你探设真照一下 这样的话没办法 骷髅书没有卖掉 我们看这边白牛怎么样 白牛没有驱散 再研究吧 对白牛再研究驱散 其实骷髅书的东西 作用不大 但是的话看你怎么用 如果说对方有一个白牛在那边等着你的话 你这个骷髅书基本上就是经验 出来一下 啪一个驱散 叫问你满不满足 好接着过来练练宝 宝是一个爪子加油 然后回家赶紧补几张血量 血量稍微的偏低 然后这边下来判断的话 引领到三点一个大血瓶 一个自己加料 一个团补一个胶卷 一把粉 这边大法是打了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灵巧图巾 四点的敏捷跟智力 这个对BMG来说还是一个不错东西 然后将死亡之猪丢给了BMG 这边我们看一下宝物是一个什么东西 一个吹风棒 吹风棒不错 有点用有点用 关键时候还是有点用 还真的有点用 别的东西还不一定好用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家里面 现在是50人口整 50人口整 点你一下先 勾出来再两个大脸双方 现在是属于互相的在MF过程中 BMG这种英雄还是比较吃等级的 你这个英雄没等级了 基本上没什么玩 没什么搞头 你懂我的意思 这英雄没等级你怎么玩吧 对吧 就像山丘一样 你们一级三球 威射力不够强嘛 这个叫何威射 哎 虚无大海龟 这个健身也是有点稍郁闷 啥麻烦 健身这边也没办法 对方是虚无了 都大海龟 宝物是个霍尔加山 健身也是有点稍郁闷 被你海龟被虚无了 我自己被不被虚无 海龟居然被虚无了 这样的话也是让健身是没有任何办法 没有起到这笔经验跟宝物 大法的现在四级 比方问题一下已经有三级 看待会儿英飞的这个操作怎么样吧 操作好不好 就看你这个真刀真枪 就完全跟塔没关系了 就看你这边那个大法加 学法的一个操作怎么样 这个真刀真枪 见见水平了 水平好水平不好 都是一眼能看出来 健身这边把水人给砍掉 浮来这边现在六十人口 整又砍掉一个水人 然后这边我们看大法师也是在疯狂的进行练集 这个时候一定要抢占更多点位 因为如果说不练的话 那肯定就是吃亏就肯定是自己了 点就这么多 你不练啊 我练这个东西不跟你讲 不跟你客气的呀 有什么好客气了 对不对 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大部队先把这矿力给练 说到刚刚那样 刚那个之前也有人说 啊小万你这解说不认真啊 你这个对吧 鼠标怎么突然就不动了啊 这个我怎么跟你说呢 呃 有些时候比如说 有一个有一个有一个 有个人给你发个短信 那你可能就要看一下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去看一下 那有人说啊 就解说认真一点 能看怎么能看解说 怎么能看短信呢 这个这个咋跟你说呢 我们不是那种什么正规的什么电视台 所以呢偏随意点 当然了这个东西 当然我们尽量避免啊 不能说 我怎么一个十分钟的二十分钟视频 我看个五分钟 那这个有点过分了 对不对 你稍微看个十秒钟 大家还是能理解的 也不会不会特别介意 对吧 你要是看个五分钟 那问题问题很严重了 现在弗来这边六十人口 这一波团 因为这边六十二人口 双方是差不多半路 拦截了法师 一个男武网柱 两个男武网柱 这波因为的阵性很糟糕 选择TP回家 哎我怎么感觉没带回去 哎呦喂呀 窥成马了 这一波 女巫这边隐身 这人立马被人家发现 哎呀这一波的话 我们看到 弗来是大战十个人口 你有没有大转十个人口 非常的舒服 直接一波斩下来 那这样的话 虽然人口没降 但这是因为他出了新的人口 因为这一波也是 阵性有点稍微糟糕 因为这个正好是被人家半路给横插 这个叫我们用一个比较羡慕的 十秒 这叫 很抽刀断水 水更流 手 一极 retail 就是 你要把手 那是我 真的 你都一定是 你还不知道 对 有 抽篮 这篮后呢这个站位还是比较注意 又拉是催促大法师 狼鸡兵这边被打死一个 这个狼鸡兵估计也不行了 一刀波加下下篮后呢 这边继续被抽篮 又是一把暴血 大法师又被网住 那这边的话 我们看到因为了这边法师基本上问题不大 然后我们看到民兵的话 基本上被杀光了 大法师找一个位置 继续一下暴血跟对方进行消耗 比奥木鸡 哎呦 这个比奥木鸡怎么有点略性感啊 要到后排来 抽这边 现在看到蓝这边被抽干大法师继续砍一下 有一个圣塔在这边 哎 这个圣塔有点讨厌的呀 继续用暴血 上当这边fly的不对fly这波有点稍微的伤 有点稍微伤 大法师再次被吹起来 输出疯狂数 剑圣这边再次被虚无掉 然后现在看到这边蓝已经没了 暴血扔下去 然后有个蓝瓶 始终什么时候点 比奥木鸡之间虚无了自己 同时又虚无掉剑圣 然后剑圣没法进行输出 而这根圣塔的话 又可以抽对方的一个剑圣 跟现在话呢 以及白牛的门了 驱散一下 这边我们看到fly就继续往前干 这边大法师的蓝还有两百点蓝 蓝非常多 一本条目点掉 先把这根塔给拔掉 这根塔也是非常关键啊 这根塔也需要先拔掉 大法师又是个暴血 接着这边再次被虚无 这个你还有多少蓝 还有两百点蓝 这边这根塔是没有变了 先把这根塔给点fly这边觉得不太对 形式有点不对 对 形式有点不对 先闪 但这样的话 闪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infei这边反扑 又是个暴血扔下去 杀掉有苦弓 对 因为这个减速的一个效果非常明显 都是跑来嘛 兔子比乌龟还慢 又杀掉了个大鸡 又杀了个大鸡 接着的话 我们看到infei这一波应该是赚回来很多便宜 扣托被虚无掉 然后这边继续下暴血 比奥姆这边已经没蓝 抽这边的一个 现在看着了 慢点 现在看着这边现在是一百多点蓝 比奥姆这边 继续可以抽蓝 一刀不会加在狼区别 加上现在当心好位置又抽蓝 一轮两轮三轮抽掉 只有四十点蓝 而比奥姆这边现在又有一个一百多点蓝 这个比奥姆的限制能力真的非常的强悍 一把减速给到现在的 现在他直接被留下来了 这样选择tp撤退 这一波应该说是非常的亏 因为这一波的正面上是 击死败了夫来 对 应该说刚刚那一波操作上来说infei是完全是占有优势的啊 对 完全占有优势 因为他并没有死掉很多单位啊 夫来这波本来是旗鼓相当 但打完团战以后呢是劣势了 对 这就劣势了 好 38人口的夫来啊 infei这边是 我是人口 有个苦工在这方家里面 54人口领先非常明显 我觉得infei有必要来一波 决战 这个决战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上了 好 现在我们看到夫来这边 哎 之前还有人说夫来这个id是假的 夫来gogogo这个id是假的 你刚才说叫夫来百分百才是真的 这个夫来有很多id啊 对吧 你不能说 只值其不值其啊 什么事情就要看事情要两面砍 甚至三面砍四面砍五面砍 都不为过 这很多东西都是不存在正跟反 就是 黑或者白或者对或者错 其实都世界是五颜六色的 也许是 灰的对吧 也可能是黄的啊 也可能是红的 也反正是绿的 反正就是颜色的五颜六色又可以搭配 好 infei这边大不列继续过来 大法师继续应该是跟bmg的一个 一个抽篮 一个爆血的一个线 一个一个路线 这个口子很小 夫来应该不打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比较糟糕 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 然后家里面的话 我们看到52人口的infei 因为这个有虚无战 有隐身战 两个东西都可以保住自己的一个英雄的一个血量 好 infei这边又是一次爆血 这个苦工也是歇策了 发现好像这个这个这个修不住 好 这个口子现在稍微大一点了 夫来这边敢不敢打 感觉有点难 有点难 难还是有点难 像infei这波法师部队操作非常细腻啊 其实infei也是一个争议性比较多的人 很多人很讨厌他 有些人也很喜欢他 这个东西就是很极端啊 喜欢的人很喜欢 讨厌的人很讨厌 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 因为有些人就喜欢造塔 有些人就不喜欢 对吧 那这个就两种不一样的一个选择 导致在不同的一个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我觉得很正常 世界因 不同啊 更加精彩 好 这边bmg是被秀掉 比如bmg秀掉精神 又秀掉一个狼骑兵 反正这边bmg是专注于各种秀 你已经知道5级的bmg有点屌 好 大法师也是5级将军在这边再次秀掉 那这样的话大法师就不怕你砍我 因为大法师这个英雄其实还是比较脆的 又是个暴血人 像你建设这边再次被秀掉 有没有 180点起跳皮 点起一个无敌 点起跳皮就可以了 刚180一个跳皮 然后的话点起了无敌 大法师这边又 这个大法师这个下暴血的位置有点刁砖啊 好 法师这边绕过来 建设这边现在再次被秀掉bmg还有100点蓝 商店补在上方 狼骑兵就有点柴 这狼骑兵走不掉 哎 没死 没死 位置还不错 比较木鸡再次抽蓝 现在后到这边蓝是被抽干 虽然在贴清醒 贴到了清醒 都被拿给抽干了 也是非常的无奈 76点蓝 哎 再抽 现在他真是被抽干 一点蓝都没有 然后这边有了蓝以后的话 可以考虑给大法师继续送蓝 大法师有300点蓝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现在的局面的话 对于弗莱来说越来越不利人口 实际上来说只有37人口 人组这边人口是达到62人口 因为这边始终是用这个暴血加抽磨 跟对方进行拼消耗 那这样又是个磕兜给死掉 前来大法师 然后修掉建设 对吧 大法师我不修 我修掉你建设怎么样 建设这边内流满面 买了一个蓝瓶 自己家都扔下来吃下去 但是这个蓝时间被抽干 建设这边再次被修 我这样的话 受人部队越来越少 只有一个29人口 这样的话 我们看到这场比赛应该说是大降洞气 无力回天 对 好 大技科多都被打掉 弗莱这边部队只有三个单位了 香如雨墨 巨暗其霉 好吧 这样的话 现在也是被打残 这场比赛应该说最终也是 我们看到英飞拿下 只是个时间问题 大雪瓶吃掉 真的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因为现在这两个英雄都残血 英飞这边甚至可以普通攻击A死这边的 现在直接打出GG 好 这也是恭喜这边英飞 这场比赛的话 应该会打得非常惊惨 因为采用了一个大法师加BMG的一个风应流 然后呢跟这边Fly进行周旋 Fly的话也是没有能够披震过英飞的这边操作 英飞是用法师的一个操作 直接是击败了Fly 这应该说是真刀真枪的一个干了一波 好的 也是恭喜这边的英飞拿下本场比赛